两个人交手 本意是一个人攻一个人防 要把一个人打败了自己起的胜利 但是我们看他们连事 两个人在那里离近我退随区救生 完全圆活地形成了一个整体 本来是攻防的双方 是一个矛盾体 但是他们综合成了一体 好 谢谢 孔夫子讲的什么 真也禁止 即让而生 人与人之间是不争的 不斗的 如果你要真 要禁止之真 在我们今天的话把它讲成什么 讲成有一地以比赛第二 在这个里面就强调了 你对待你的对手 是要把它作为我们阴阳对应的一方 不能少了另一方 所以你跟它是和谐的 就像阴阳的消长转换一样的道理 它完全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体现 好 谢谢大家